请剪彩 来逼一同剪彩 恒春朝永国小新校舍正式落成启用 未来之间具健康友善 绿色环保及使用功能的新校舍 将规划有多元艺文教室及课程 让师生有更安全无余 又美了美奂的学习场域及环境 针对已经四五十年的经过恒春地震 那也在一个断层代 那朝永国小的改建势在必行 在我们校端先建后拆 那包括整个校区的一个整理 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历经两年半 在今天终于把每轮每范的校园大楼 那不管是学习的场域环境东西像 都考虑到整个这个采光绿建筑 甚至在整个节能设施 也因应东北季风的风向的这样的一个 这种面向都有考虑到 学生透过乐情表演展现多元才艺学习成果 今天的落成典礼商大伙出了感受 以新族的喜悦 学校也同步启用新校舍外墙的公共艺术 以陶宇创作乐情为主轴 命名舞梦 希望乔永的孩子舞动梦想在乔永起飞 另外也期盼提供社区图书阅览 数位教学 中心学习等场域 设立社区共读站 我们批到社区共读站 把社区共读站纳入我们的校舍里面 已经在这个工程里面一个很漂亮的 一个公共艺术 它的主题叫做武梦 人生 幽毛 武梦 最漂亮 我们批地这么漂亮 我们的主题 我们的小夫 好好来自 在恒春镇内的一个大的学校 能够把它完成 让它变成一个新学的东西 那又有社区共读站 然后又有邮聚 那我相信都是把学区场域都加强 真实弄好 那我想这是我们对教育的工作 融合在地化建筑及公共育术 希望校园不只是学习场域 更能贴近在地民众生活 未来创造社区师生共读共学的优质场所 营造充满温暖的社区共读中心 营造有声校园的温馨氛围 记者不一听杨正义 采访报导